SAMMY和路凱彤自從去年成為關注情緒病活動的宣傳大使 都出席了不少活動 還為這個活動創作了首歌 兩位身為過來人,寫歌時難免會想起患病時的感覺 寫歌時,我們都聊了很多話 因為聊天是多過寫歌的過程 因為在我們閒談之中 會了解到對方有很多經歷情緒波動時的深刻感受 都希望可以把那種感覺放到歌中 希望有經過一些情緒不開心的經歷的人 都可以在這首歌中找到一些共鳴 這日拍MV,SAMMY還忍不住哭出來 看來這首歌真的令她很感動 喜歡衝過去,難道開不開心,需要世上允許 我覺得每個人個人的快樂是很應該自己去爭取 以及要釋放那種快樂 不要因為別人而影響自己快樂的感覺 林鄭先生在形容情緒的時候 他形容她為又漲又退漲潮水 在我自己經歷很多不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又漲又退漲潮水 彷彿給了一種希望 因為就好像潮水一般 雖然她會有高漲的時候 但她亦會有退下去的時候 日文總統 請問這日文總統 請問這日文總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